嗨,你们好,我是黄老师,你也可以叫我Becky 今天早上我还躺在床上的时候 我的北京朋友就给我发来了很多雪景的照片和视频 哎呀,我真是太兴奋了 你要理解,一个南方人就是很少看见雪的 真的是太兴奋了 我就足足躺在床上一个小时 跟他们云游了一遍北京的雪景 我跟他们讲,我说 哎呀,我必须让我的学生看到这些照片和视频 但是我应该说点什么呀 我想了很久,我真的找不到词,我词穷了 我想了很久以后,我觉得我说点什么呢 那今天我想讲一下 关于描述一件事情大概的语言层次是怎么样的 我认为中文里面,如果你按照语言的水平大概就是三个层次 初级,中级,高级,这样划分你们会容易接受一点 那今天我们就以描述雪景为例来讲一下 用中文描述雪景的三个层次 首先是初学者的状态 初学者我觉得就像刚才我自然的反应 我说哎呀,太漂亮了,哎呀,太美了,哎呀,太好看了 我真的找不到词了,真的 然后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很常用的一些表达 所以我并不是说初级就是不好的 其实当我们学一门外语的时候 最开始我们最应该做的就是保证我们每一个简单的句子都说对 因为语言的目标就是交流,对不对 所以你只要把你的思想能够正确的传达给对方就可以了 然后到了中级呢,到了中级我们应该怎样描述这些雪景呢 那你到了中级的时候,你就可以用一些这样的词 比如说大雪纷飞,比如说银庄素果 像这样的词呢,中国人一听就知道 是用来描述雪景或者大或者美这样的一些词 然后到了高级呢,那到了高级的时候 我认为你的层级可以分为两个 可以是你的句子的结构相对复杂 或者是你的描述比较有画面感或者诗意 它有画面感或者诗意并不意味着你的句子要很长 在这儿我想用新中国的第一代主席毛泽东 他也是近代的诗人写的一首《庆园春雪》的片段 来向你展示高级中文的语法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围鱼茫茫 大河上下顿诗涛涛 山五银蛇圆池那象 玉雨天宫势比高 须晴日看红庄素果 凤外妖娆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北方的风景 一千里的地方都被冰冻住了 一万里的地方都飘着雪 你看长城的里面和外面 看见的全是白色 整条黄河也突然不流动了 这里的山好像银色的蛇在舞动 平原上的小山也像正在跑着的白色的大象 它们都想和天比一下谁更高 等到太阳出来的时候 红色的阳光照在白色的雪上 真是太美了 好 今天我就分享到这儿 你的家乡下雪了吗 如果你的家乡也下雪了 欢迎你用中文告诉我 你的家乡雪景是怎么样的 欢迎关注点赞转发 我们下一个视频见